你好 吃饭了 对对 然后就是 进到11间门帘拉上 大部分的消费者都会卸下新房 不过快时上品牌拉拉101店 却有消费者不满 四川被陌生人掀开帘子 有一个外国女生 她就是突然开了我的帘子 但她就发现里面有人之后 就急忙道歉 然后就离开这样 当事人的帘子被拉开时 她当时已经换上要试穿的衣服 不至于太赤裸 等到她要试穿第二件时 还刻意挑选最里面的试衣间 这一次她只穿着内衣 门帘再次被打开 就有一对母女她们要找人 然后那个小妹妹就突然打开我的帘子 其实拉拉101店两年前重新装修 电子试衣间就像是外头 有点像点餐机的大型机台 只要扫描键术 就能及时连线试衣间的使用状况 没想到这成了隐私隐忧 在换的当下会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把它关好 随时都要注意 到底外面有没有人经过的那种 就可能不会试穿了 在外面拿镜子比对一下 记者实际之急 比较各大快时尚品牌试衣间 以台北拉拉101店跟同领店看来 同样都只有门帘 没有挂钩也没有魔鬼毡 H&M则是有挂钩 日系品牌 UNIQLO跟GU一样谨慎 不仅使用门锁 每当下一位消费者要进去市役间之前 都会有专人拖地 还会有店员引导 买衣服变成金魂祭 对此拉拉回应 他们已经收到客人的反应 会尽快了解状况 并且与客人联系 同时加强区域管理 而消防保官则是建议消费者 如果认为身心有损害 都可以向业者求偿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